日出康城第七至第九期 由去年年底開始,相繼落成入伙 今次 iMoney 在綿綿細語之下 和鹽柳師陳志康康sir 驗收第七B期 Grand Montara 一個556平方尺極高層單位 一起看看康sir鹽柳之後有甚麼發現 你會見到這個欄杆底 有行秀跡流出來 那這些欄杆底 其實裡面有鐵掌 如果那些水呢 就沿著那些折胶 就進去 之後呢 就會和鐵掌有少少生瘦之後 就在這些位置裡吐水出來 那如果你說是想做得好些 就撩一撩一些折胶 然後再散散底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問題 那其實呢 你會見到那些玻璃夾 同親貼了玻璃夾 然後裡面呢 其實又寫著了一張紙 就是說它曾經換過玻璃 因為它換完玻璃之後 要固定玻璃 之後呢 就先可以拆玻璃 如果它拆完之後呢 就會其實有四個洞 如果你說那四個洞 封得不好的話呢 那有機會那些水呢 又是會在這些位置裡進去 那剛剛呢 其實我們就會在主人房那裡 你會見到窗框那個位置呢 就有攤水積的 其實我們摸下去呢 是整攤水在那裡的了 那你會見到呢 其實外場這些位置呢 其實有很多玻璃夾在那裡的 那我們再看看 上面那個單位 你會見呢 其實全部都是玻璃夾 那有機會呢 就是那些水呢 進去玻璃夾的螺絲的位置呢 就是順著那個框呢 就由上面的單位 就流到去你的單位那裡了 那剛剛呢 我們就在露台那邊呢 就看了外場的情況啦 那現在我們就回到大房裡面 那就看看這個位置呢 其實你會見到窗框裡面呢 就有整攤水在那裡的 它其實是在上面流下來的 因為這個位置 那剛剛這個V-point 就在這個位置慢慢 慢慢把水出來 那這裡呢 這個鏡櫃呢 其實它的玻璃層板呢 都崩得比較明顯的 那你會見到呢 那這裡有六塊層板 那其實它有五塊呢 都是崩的 那我們現在拔出來呢 給大家看看它崩成怎樣 那你會見到呢 這個位置呢 其實整個角落頭呢 它都是崩了 那如果你說發展商好的話呢 就整件換了它了 那有時候呢 我會見到呢 那些發展商是怎樣做呢 那你會見到呢 就是把這個位置轉轉去 那你呢 就放回去呢 那就讓客人看不到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會見到這個櫃台面呢 其實就裂得比較明顯的 那這個裂紋呢 都比較大 那由這裡呢 其實就會裂到到開口位這個位置 那應該呢 那應該呢 就是它開這個洞的時候呢 開得不凸了 或者是開大了 然後就不小心呢 就不小心壓爛了它 這件石 那如果你說是做得好一點的發展商呢 多數就會整件櫃台面呢 是幫我一下 是換掉它 那就不是這樣呢 就直接補了它 那現在這個拖門呢 你會見到我們關門的時候呢 其實會刮到百里的一個門框的 那你見到刮一下刮一下呢 其實底部那些位置 那門身的位置呢 其實已經有少少少崩裂了 那如果再刮得大力一點 或者刮得深一點的時候呢 就有機會整個門呢 都有機會會爛的 那所以我們其實呢 建議如果做這些拖門的時候呢 裝完之後呢 就最好自己試一試 那雖然我們都知道呢 這些門呢 其實是會左右搖動的 那但是你都沒理由是 每一次呢 生的時候呢 都會刮到那個門框的 康sir驗收之後發現 單位各處都有些小問題 但累計似乎都會扣不少分 不知道它會給幾個分給這個單位呢 那這個單位呢 我們就驗完了 那最後總分呢 就是78分 那它主要十分的位置呢 就是一個窗漏水 那裡其實呢 一扣分呢 其實就已經扣了十分 那除了窗漏水之外呢 其實你的鏡櫃啊 跪桌面啊 那裡還有一些空心磚的情況呢 其實都有扣分的 那因為呢 那剛好呢 其實這個單位呢 它就在換玻璃啦 那還有附近呢 樓上樓下呢 其實都在換玻璃的 那所以呢 其實它那個窗門呢 附近這幾個單位呢 其實我們都有發現的 因為呢 其實真的 歸根究底呢 就是因為附近呢 是有半個玻璃的情況呢 所以它們的外牆呢 其實是會凹在那裡 那所以呢 其實如果你說在近 其實發展商裡面呢 其實它們還負責執修業期間的時候呢 發現了漏水呢 其實都不怕 因為交換給發展商 急處理就可以了 在賦店裡 看到當地有的 判施